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時間 來到星期二 歐聯四強 首回合熱刺 主場對亞迪士 這輪球也挺有軍勢 始終主要和方面 主隊的熱刺 2.2 亞迪士2.83 和球也是3.25 表現出來 賠率上是軍勢 讓球方面 平半熱刺 2.08 這輪球大小方面 亦是非常保守 開到兩球半 平均1.8 1.9 這輪球給我介紹什麼 給大家參考 我選擇熱刺 讓球 這輪球的2.08 怎麽為之進取呢 說真的 一日熱刺 始終這場球 哈利仔出不了 受傷 拉米萊也受傷 前面大用的 孫興文 停賽 所以 簡熱刺 感覺上是比較進取的 因為後面只有維頓漢 還有 前面那個 路蘭迪 阿力神 迪利亞利 那些 在那裡攻堅 其實都不會太差 因為始終你對著亞即士 雖然阿即士 他前鋒 老將 亨特拉爾 多爾貝治 或者 薛耶治 這些 球員 但是 防 他這個攻擊中場 反而變成了 神射手 因為始終 我看這場 這十號 基本上 擺個陣子 都是中場為主 但是 助攻又得 這個 都是全能的球員 大家也可以留意 這場球 先看看兩隊的近況 熱刺 主場 近十場 輸過場 剛剛是新輸的 即是之前這場 新球場 沒有輸過 上場對著韋詩咸 很明顯 就流血對著這場 的亞即士 其實之前的賽事 都踢得不錯 在歐聯方面 首回合 1比0 就贏萬成 那 雖然是輸球 但是 作合入球 3比4 淘汰了萬成 那 整場球裡面 其實真的 整個球員 踢得非常之不錯 也都在 對著 綁尾球隊 4比0 正常的 那 看回亞即士 其實亞即士 淘汰 祖雲達斯的場 真的有些驚喜 因為始終首回合 你對著祖雲達斯 若是 失去 那個作下入球 再回到 中日達斯的主場裡 你竟然可以贏球的話 真的 感覺上有些驚喜 那 而且 最近的狀態大勇 那 十三少lig 也覺得 熱市的機會在主場裡 保持不敗 或者贏球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一定是支持熱市的讓球 平手半球2.08,畢竟是四大聯賽 主場荷蘭球是似一級的 希望靠主場優勢,在首回合贏一場球